俄罗斯前拥兵集团瓦格纳先前发生病变 首脑普里格金身影白俄罗斯八天后首度发声表示 瓦格纳的使命是打击叛徒动员社会 亦呼吁俄国人支持瓦格纳 因为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还需要大家的支持 法国飞翼青年纳赫尔遭警察枪杀 延伸出多日暴乱 从二日晚间开始暴力事件平息 逮捕人数也有所减少 但有网友怀疑 法国的骚乱背后似乎有中共的影子 因为法国街头暴乱的人几乎都是非洲伊和穆斯林 这和2020年5月 美国黑人佛洛伊德之死引发的示威活动 有异群同工之险 北韩的光明星4号卫星 估计已经在台湾时间6月30号中午12点左右 脱离轨道掉入大气层 但随即失去踪跡 专家认为 光明星4号可能已经在大气层中完全烧毁 残骸对地面人员造成伤害的可能性肯定 越南禁止上映 华纳兄弟出品的电影巴比 原因是电影中一个场景 出现了中共对南海主权要求的 九段线地图场景 而在2016年7月12日 台压国际法庭就已经裁定 中共在南海的九段线主权主张 没有法律依据 新唐人雅乐电视 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